女权癌,阻碍女性争取权利 我是女生,男生就应该照顾我 一定要嫁给一个把自己当女儿宠的男人 看他爱不爱你,就看他给你花了多少钱 这些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听到的性别真言 交友密集,被一些民众称为重度女权癌症状 女权癌大行其道,啼笑皆非背后暗藏隐忧 缺乏理性的女权癌 甚至是女性追求性别平等路上最可怕的敌人 一,你负责挣钱养家,我负责貌美如花 她有多爱你,就看能有多容忍你做 女人是用来哄的 90后白领神女士有一颗公主心 在她的观念中,女性性别赋予了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和特权 女人是用来被爱的,是她的口头禅 记者身边确实有一些人仍持有女人一生 最重要的是,就是嫁个好男人这样的观念 他们认为女人到头来还是要依附于男人的 所以女人要顺从 听话 要在自己的黄金期将自己嫁出去 否则无论其他方面有多么成功 在社会审视下仍是一个没有把自己嫁出去的失败者 类似行为引起越来越多男性的不满 一位男性网民吐槽说 男人们个个被逼得如丧家之犬 敢怒不敢言 使劲干活 工资全部上交 逢年过节礼物不能少 为了买房买车就差去卖血了 觉得长了一个子宫 全世界都要围着他转 他能生孩子就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天天委屈的模样像受了全世界的迫害 江苏一位结婚四年的丈夫如此对记者说 一些观察人士将这种现象称为女权爱 这种现象常见于部分极端女权主义者 主要用于形容偏激的女权主义者 核心表现为已经不只是促进性别平等 而开始进行对男性的性别歧视 女权爱们总是拿着双面标准 宽于绿脊言于绿人 当触及男人利益的时候 就主张男女平等 触及女人利益的时候 便自动转换身份 秒变弱势群体 还有一种观点 则彰显出更多社会折射 布尔迪厄在《男性统治》一书中说 女性通过他人并为了他人而存在 也就是说 作为殷勤的 诱人的 空闲的客体而存在 人们期待她们是女人味的 也就是说 微笑的 亲切的 殷勤的 服从的 谨慎的 克制的 甚至是平凡的 而所谓的女性特征 通常不过是一种 满足男人真实或假想的期待的形式 特别是在增强自我方面 女权爱更引起一些女性同胞的不适 因为正是她们 阻碍了女性争取权利的道路 让男女平等变得更加困难 二 我们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女权主义是在承认性别差异的前提下 获取女性应有的权利和尊重 由此展开的女权运动 在经历二百多年发展后 取得了丰硕成果 纵观海内外 当今女性不仅能够实现经济独立和性解放 还在职业 政治参与和社会地位等方面 获得了显著提高 女权运动不仅扭转了男尊女卑的社会环境 更深度重构着女性的思维 感知和行为模式 当性别的天平被逐渐纠偏 缘和女权癌不期而现 知乎上有网友分析 女权癌实际上是一种认知错位 这种心理和现象是对女权的认知偏差 女权癌们口中的女权 并非追求女性之权利 而是争取女性之利益 从利益角度考量 女权癌的种种行为便不难理解 南京一位资深媒体人认为 对于他们来说 女性权利最直观的表征 就是女性能获得的利益大小 而这正是他们急于争取的 比如 在一份优渥的工作面前 女权癌们不仅要求和男性 享有平等的发展和晋升机会 甚至还要求男性主动让位 谁叫你是男人 男人就该让着女人 而对于一份粗重劳苦的工作 女权癌们则是断然不会去跟男性争的 一位女性心理学家 对这种表征进一步剖析发现 女权癌们其实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他们口头上声称男女平等 但往往当需要他们付出 或者涉及自身利益时 便下意识转换身份 把自己置于弱势群体之中 所以 女权癌们不仅没有去争取男女平等 反而是在制造新的男女不平等 这无疑是对真正女权运动的一种伤害 事实上 当女权癌们游刃有余地演绎着这一切的时候 她们的内心其实很清楚 这么做对于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损害 但她们并不在乎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李小渝说 她们一定是在装睡的 我们无法叫醒一个正在装睡的人 三 我有子宫 这不代表我不热爱工作 装睡的并非只有女权癌们 社会中依然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 一直都在煽风点火 圣女 若女子 女汉子 这些被媒体创造出的词汇看似平平无奇 却是带有明显性别歧视的普遍存在 引导着大众将女性置于弱势地位 以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去品评和定位她们 李小渝说 这种潜移默化 让女权癌们有了生长的土壤 甚至让她们变得更加可怕 每一个人 无论性取向 肤色 性别 国籍 都应该被平等对待 享受平等的权利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知道 女性主义不是偏激和冲撞 它不以自身性别发动攻势 理智地处理好自己的情感和生活 女性要懂得爱自己 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男性身上 或者企图用男性的爱来证明自己 我们在尊重性别差异的同时 也要坚守自我选择 明白自身的意义 创造价值远远比依附他人更为重要 希望女性在追求权利的同时 能够看清趋势 不要操之过急 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毕竟在几千年的社会影响下 要真正做到男女平等是需要时间的 女性主义者能做的 依然是努力变得强大 去争取话语权 苏州一位受访的知识女性说 我有子宫 这不代表我不热爱工作 同时 我们还要采取温和的方式 去叫醒那些装睡的人 缺乏理性的女权癌 是真女权最可怕的敌人 玩